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不起 我还没弄好 耶 欢迎回来 我们这一part是美术宅会考 没错 很久没考了 要考一下了 因为上次中秋节没考到 不是要考 把白热豆腐拿进来 我们这个美术宅会考是 看看各位对颜色跟图像明不敏感 不敏感 太卡了 声音卡住 非常不敏感 真的假的 非常不敏感 你应该还不错吧 有色块它只差一点点颜色 你是分不出来 我分不出来 真的假的 我真的分不出来 我颜色敏感度很差啊 你说颜色的敏感度 对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先来八题 来试试水温 我们今天就是举手抢答 答错了的话就不能答 要等到另外两位也都答了才可以 没错 好吗 那题目呢是由四个色块组成 能不能就猜出来是什么动漫角色 那提示是和角色 就是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就会有提示 提示就是角色或者是该动漫相关的icon 好吗 来吧 OK喔 好 所以我们就 来咯 试试看啊 来看第一题 好 好 我们把这件事关起来好了 我怕他们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装逼 这个喔 为什么中间的那个有线让我好在意喔 中间的白色空空有线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是不是 难怪那么粗糙 哼 这个动漫角色 这是个动漫角色 动漫角色 哎哟 德克斯特 蛤 完了你错了 德克斯特配色也是这样吧 不是 德克斯特的鞋子是紫色的 哦紫色的 哦紫色的 嗯 哇那我没啦 嗯 那我没啦 那我先下版了他 加油 哇真的想不太到欸 哇真的想不太到欸 先随便猜啊 不知道 这个橘色有问题吧 我猜一个 菲哥与小佛 诶 好像有点欸 就 就他们心里想的动漫全部都是日系的 然后我们全部都猜欧美的 对耶对齁 好像是 日系 日系喔 好 我完全没有想法这个颜色的头部欸 没有 我觉得你是动漫角色资料库太少 有没有可能 还是你们西色不够精准 不然随便瞎猜一个嘛 然后我们来看提示 瞎猜这个 呃 女野蛮人 不觉得很像吗 这个配色 诶 那我们要提示了吗 那我们看一个提示 蛤 蛤 兔子跟女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约定漫漫岛里面很吵的那个女主角 哦 艾玛 艾玛 嗯 史东 是吗 是吧 秀一下 第三个已经 不是提示了吧 直接秀出来了吧 哦 第三个是答案 所以只会有一个提示 兔子 为什么会有兔子 西色 西色不够精准 哈哈哈 好 再来下一题 啊 这太简单 哦 给叶子 小杰 嗯 我看一下你们提示给什么 该不会是吊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剪刀准备 剪刀准备 哈哈哈 嗯 好来 下一题 哎 哦这个也可以 五条物 嗯 你确定不是卡卡虚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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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不是minecraft的活 中间有一档应该是 还是不是minecraft的活法吗 确定不是 一个国小用的中英狸吗 哈哈哈哈 应该是 还是银色战争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小了 突然间好像 好像 好像跟什么东西都很像 对都很像 应该就是五条物 五条物啦 哦 等一下中间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提示 右边那是什么意思 领域展开 它的无量空处 嗯 哦 蛤 啊 诶 哇操 是啾啾吗 哦 哦 有点像 我刚刚也觉得有点 这种配色感觉就很啾 对啊 这个紫色黄色的 这个 嗯 这个头 紫色的底 对啊 紫底 紫鞋黄裤 不对 黄衣紫裤蓝头 色头发 哇我没有 我没有想法 色头发的角色应该 不多啊 对啊不多吧 没想法 提示 提示 哈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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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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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色頭髮 白頭紫衣 粉紅褲 粉紅褲 好難想 不一定是衣服褲子 白色頭髮 魔人服 好像有點像 可是顏色應該沒有這麼 魔人服剛好就這幾個顏色 但是 我也沒有 我沒有想法 我沒有想法 零 我也想不到欸 我沒有想法 給葉子了 我本來有點 本來想拆旗牙啦 可是因為剛前面出過小結了 可是旗牙有粉的嗎 沒有 可是上面那三格就是旗牙色 嗯 嗯 那我們看一個提示好了 WHAT 豬 配配豬肉乾 要往歐美系走了是不是 豬喔 豬 豬 豬 天尋的媽媽 天尋的媽媽 豬 不會是懷舊動畫的吧 我想不到 我沒有欸 他有戴帽子 所以那個是他的帽子 那個白是他的帽子 那個灰白是他的帽子 啊 哇 是不是那個 這個豬有戴帽子 所以是個戴帽子豬 那個叫什麼啊 欸 我忘記了 不是貨的移動城堡吧 不是吧 戴帽子的豬 紅豬 豬有什麼關係 跟豬有關係嗎 還是跟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提示 重點是帽子喔 你找一個豬給我 對啊 重點是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提示 豬帽 帽豬 有戴帽子的豬 戴帽子的豬 蛤 豬帽 帽豬 帽豬 豬帽 帽豬 豬帽 要不要看第三個提示 帽豬 第三個不是答案 沒有第三個答案 豬帽 豬帽 豬帽子 算了吧 算了吧 認輸了吧 豬帽子 豬帽子 白頭 豬帽子白頭 紫 紫粉 豬帽子 豬帽子白頭 紫粉 豬帽子 什麼東西 豬帽子 豬帽子是誰啊 太丟了 太丟了啦 看他 看他 七大罪的伊麗莎白 豬帽子 豬帽子 這個提示有點偏 帽子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豬的角色 對 而且那個豬是 你比我目的 帽子 對啊 為什麼帽子 酒吧叫豬帽子 對齁 它們的店 那個 メリオダス的店 叫豬帽子 噢 可是這個色塊 我對 我對葉子的印象就是 伊莉莎白 還不認識葉子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葉子的照片就是 Cose伊莉莎白 蛤 你明明就更早就認識他了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沒有吧 有吧 應該沒有吧 那個蠻早的 對啊 那很早期 新的嗎 對啊 這個 應該是那個 洋蔥吧 那個 台灣的那個會心 是不是叫達爾 達爾 哪一個達爾 青龍柱的達爾 青龍柱達爾有紙褲子 這麼燒包 不知道因為上半身看起來蠻像的 達爾 嗯不是吧 這個是 金銅 這個喔 大金銅 好難喔 對啊怎麼那麼難啊 我好氣喔 我以後不來這節目了 我覺得好像是比例上的問題耶 還是 喬魯諾 我覺得 是不是 喔 哎呀 對餒 是法廷鍋耶 法廷鍋 哎呀 呀 瓢蟲 是是是 來下一題 這個就是達爾了吧 對啊 我怎麼選這個應該是達爾吧 你明明就很像那個配色 沒有如果達爾的話 他頭應該會選黑的 喔 對不對 喔 喔 他也是個超級差人的心態啊 但是達爾的比較 比較代表性是黑頭啊 黑頭然後超級美人間這樣 喔那就是悟空啦 也不是 跟七龍珠無關 怎麼可能這七龍珠配色 跟我 你的思想好想愛喔 沒有我覺得 我很在意是 你每個第二個都把他媽同顏色 你剛才抽掉換身上其他的那個 第二個就是他們膚色 嗯 金髮 不一定要丟下一個黑人的角色 那你就可以把黑色加進去 金髮 因為這個太多了啦 哇 這沒有 我這 凱克空軍制服也是這樣啊 哈哈 藍底歐 好直接看提示好了 喔 假修 喔 有有有有 我剛 你好厲害喔 我剛還瞬間想說哈利波特 對 我會想說 想說 閃電的 傷疤跟暢銷小說 啊哈利波特 嗯 來下一個 是啦是啦 真的假修 這個 嗯 這個顏色的頭 也不多喔 綠色的頭髮 這個 這個顏色的藍也是 滿特別的 對啊 我只想得到賣快的史蒂夫而已 啊 滿像的 哈哈 只有那個藍而已 嗯 頭其實應該不算黑耶 這是純黑色嗎 黑色 不是啊 綠的 那是綠的吧 墨綠色 嗯 墨綠色的頭髮很少見 我認識的墨綠色只有索隆 但是索隆 那索隆也是墨綠吧 索隆不是這個 好像 可以看體適 嗯 體適 V 峽谷 峽谷V V峽谷 V V3 出不來 3V 英雄聯盟的角色 我知道了 哦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個 綠谷初九 哦 诶 那個顏色 嗯 這個顏色差的有點多 的確 中間的那個太亮了 對不對 為什麼是V啊 哈哈哈哈 這個提示也太 OKOK 好 沒了 還有吧 還有嗎 接下來是 我們剛剛是角色嘛 接下來是場景題 沒錯 就是 看場景猜動畫 然後跟剛剛一樣是色塊的 耶 也是色塊嗎 哦不是色塊 是一般的場景 哦單純看場景 哦來來來 這也很難吧 這個 來自紅花板 這個應該是那個吧 這不是 星海的 是宮崎駿的吧 對啊 這感覺很 這感覺很星海城 這不是獵名啊 誒 這種 哦不是 你幹嘛啦 魔法阿嬤是不是 魔法阿嬤 我不知道 這個感覺主角有走過了 我不知道耶 這感覺 感覺星海城 星海城的 這看起來好像九份哦 不知道是什麼 完了 完了 這個沒有提示對不對 我們是天入 宮崎駿的 宮崎駿的 完了全換 把吉卜利盒全部說一通 那就是獲得移動城堡 還不是 錯 宮崎駿的 現代的 我都沒 我都沒興趣看 最現代的作品 因為它這個是現代背景 因為它有一些那個 我對這個場景一點一點印象都沒有 宮崎駿還有什麼 宮崎駿 吉卜利盒我全部都有看 但我對這個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也沒有印象耶 我對 高清版的平成離合戰 算了 我放棄 我也放棄 完全沒有印象 怕數 然後答案是 哦 那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 這個比較不熟 一個挑了一個這麼冷門 下一個 下一個場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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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花明 嗯 太強了吧 魏文花明的秘密基地 對對對 魏文花明這個知道 我看到下面的 Anohana Production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想說 還是比你們慢 哈哈 下一題 哇 哦 這個 這個應該是鬼滅吧 這感覺是鬼滅 這應該是這個 和這個美術 風格 但是我不記得是哪邊 感覺像鬼滅 我不記得是哪邊 我也不知道是哪邊 但感覺是鬼滅 風格像鬼滅 好唄 答案是 鬼滅之人 什麼 灰月基想要告人 想告白 灰月基跟告五人 談戀愛 不是啊 亂講 灰月基意圖使人告白 差不多就這個 灰月基想讓人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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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讓人告白 我一定要找出 這感覺是金科拉 科學超電子炮 我一定要找出任何線索 人物是3D作畫 這個是學校 感覺是學校 學校的 這感覺就是對什麼 這感覺就是軌道車對戰之類的 蛤我怎麼覺得像那個啊 科學超電子炮之類的 學校的那個名字都 學校的名字都 學校的名字都 其實LOGO前面那個就是吧 不知道 這次也沒有Production 完全沒有那個想法 沒有嗎 葉子有想法喔 沒有 好唄 那就 文化大學校青 哇靠 沒看 沒看再見 我剛剛有在想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 沒了太狂了 還蠻難的耶 真的蠻難的 看場景 色塊那個我一題都不行 色塊那個我也不行啊 色塊那個我也不行啊 我以前有 我以前有測過那個 十六色那種 全部對我來講超簡單的 可是這個 今天我這個一題都看不出來 雖然很多我也不認識 我看不出來 我只有五條物看得出來 對我也只有五條物 但是五條物我有一度 沒有五條物作弊 因為它中間有一格很細啊 喔它就不是這樣 所以它形體是已經出來了 它已經把形體化算 形體不算 沒錯沒錯 對啊所以我覺得還好 好吧這個 這個 我們就是這個 美術才會考啦 這個算是 我們新的一個這個考法 沒有錯 之後應該還會再做 進化跟改進這樣子 好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深夜小吃攤 欸 上一週你們首播的時候 進到YouTube遊戲分類 發抄影片四 那完全是分類錯誤的關係 怎麼會分那個類 怎麼會是遊戲分類的 大家很喜歡 梅菜鳥這個組合 嗯 還有不小心菜哥化的鳥屎 嗯 我後來當天錄完油 馬上去收金啦 哈哈 所以那個菜哥那個buff 上升 有拿掉了 那深夜小吃攤第二集呢 也會在這個 等一下的 10點15就上片 沒錯 我們現在有這個部分內容 可以偷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吧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 我們節目到底叫什麼 深夜小吃攤 深夜小吃攤 第二集 上次第一集呢 我們大概 見識了一下這個 怎麼樣 我的廚藝 還有妳的廚藝 還有妳的廚藝 驚為天人吧 驚為天人 那我們今天在正式出攤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來這個 實習一下 我們終於要來 一些深夜的節目了 欸是因為我嗎 是因為妳 是因為妳 所以我們來到了這個 丁州路的 全愛小吃部 好不好 表演這麼適合我 謝謝 我們這邊找到一些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你 偷學一些東西 OK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妳就盡量的 使喚我們 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應該會一個負責內場 一個負責外場 對 沒錯沒錯 看起來應該會跟我 提醒滿像的 因為內場是不錯啦 對不對 外場就讓妳負責 這樣好不好 可能如果有吃完的東西 我們可以先把它收起來 讓他們空間可以更加 讓他們比較好聊天 對對對 那我們大家去試一下 好 哈囉 這邊都還滿意嗎 對 對 那碗靠先幫妳燒掉 謝謝 謝謝 為什麼它拿這個攤盤 都會有一個笨拙感 好 這樣拿過去那邊 好 好 這樣就好像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出去 這樣放在下面 欸 不是我沒有吃過這個 就不要吵了 好 喔 漂亮喔 漂亮喔 喔 喔 我覺得這個風格怎麼樣 各位 就是這有沒有一個 深夜小吃探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可以 也用這些海報啊什麼的 然後來裝飾一下 我們小吃探的外觀 老闆你這邊有什麼 女優的海報 可以跟你出戒嗎 喔 租借喔 沒有 我們有賣飛機杯喔 等一下 我問一下 這是真的可以賣的是不是 我們真的有在賣 然後每個人的借口都是 喔 我要送男朋友 我要送我朋友 屁欸 一定要放屁欸 你就是你朋友 好的 我們這邊的 存在小吃部的 實習結束了 安全的出來了 客人目前還沒有客宿 欸不會啊 我覺得應該蠻滿意的吧 我們要趁他們開始客宿鍵 我們要先離開這裡 所以我們呢 等一下呢就來一台計程車 然後去我們下一個點是 臨江夜市 好 欸有酒蒸可麗耶 我聽 出完了 沒有點上來旅遊的 但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我們還是可以點一些其他的 因為我們節目也沒有求成這樣 是吧 可以吧 幹嘛語言又止的啊 一千內 一千是我們今晚 所有的費用嗎 好啦我們自己出啦 我們自己出啦 麥卡貝的球 我們也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沒關係 一千也夠吃了 我們又不是在吃飽了 我們是要來這個 而且我們等一下還要下一家 對我們是在學習東西的 好不好 但我們不管怎麼樣 這個閨魚跑分子 一定是得點一份 兩顆 那我們就點一份就好了 好 兩顆 那一份是不是幾顆啊 兩顆咩 好 你沒有先說他一份兩顆有沒有 我就說節目什麼時候才會配一個聰明一點搭檔友 我覺得我蠻聰明的 妳很聰明的 妳最棒的 謝謝 謝謝 妳現在還說得出我們那邊做的 差距 差距 妳還說得出這種話嗎 好啦那我們就來吃一下 好 把這個人趁熱吃 很厲害耶 它的飯 裡面的飯是軟的 然後外面就有那種 波巴的那種感覺 嗯 很厲害耶 吃起來 很療癒 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這個很多 幹什麼 因為有小屁股一樣 好像白白白的 欸 我覺得我慢慢辦不到 我是屁股派的你知道嗎 我這個很喜歡 我的天啊 妳是小屁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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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嗯 很肥 喔 這個 這個屁股 這個屁股可以自己出一個寫然節 阿薰 卡薰的阿薰 卡薰 卡薰 喔 好吃很好吃 豬腳好吃對不對 我覺得豬腳可以啊 我們就可以了 然後就變成每一集都是我們到處吃 這樣 今天到宜蘭然後然後那宜蘭 然後吃了飯碗 我真的很希望 我真的很親民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中耗費可以減飯 欸 可是滷味就是要 提前滷 那就交給你阿薰 好棒 阿薰不是很想完成那個 古早味的滷味菜單 我很想啊 但是我想要你幫我 好那你要什麼幫忙 你說嘛 我希望我在滷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 我希望我在滷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 我希望我在滷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 哈哈哈哈 就是大家要一起練 這樣子 這個長度已經是本篇了吧 哇好長 對啊 真是的 感覺已經看完了 對啊感覺已經看完了 應該不用看了 好啦這個 總之等一下這個 10點15就會上片 沒錯第二集 也不拖大家的時間 沒錯 那 那我只問葉子一個問題好了 嗯 就是這種深夜小吃 攤車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最重視的是什麼 重視喔 對啊 或者是不可或缺元素 是什麼 小心回答喔 因為這個可能會取決於 他們下次會發你當來賓 哈哈哈哈 回答的不好 我覺得有一顆好的心就好了 對 回答的很好 下次他們就會發你當來賓 回答的不好 他們會發你兩次來賓 哈哈哈 因為我講真的 那我剛好昨天在玩那個 偵探的時候 有跟觀眾聊到這個 因為我喜歡去日本 找這種 攤車吃 啊 真的喔 你說那種深夜的時段 然後專門找那種攤車吃 然後我很喜歡 跟老闆近距離 的感覺 就是老闆會 就是 直接在前面弄完之後 馬上遞到你前面 而不是繞過一個吧台啊 那種感覺 就是很近的 直接面對面 那種 也有點類似 一本道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一定要有酒 在深夜的小吃攤一定要有酒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深夜的宵夜跟小吃 好像服務 酒客居多 對 因為大家可能還 就算沒 不是喝完酒去吃 好像也都會想 喝一點小酒 氣氛上 然後跟老闆寒暄個急去 對啊 我們的那個小吃攤 等到後面的急速開始 比較運作正常的時候 我們會有那種 乾冰槍 然後噴酒出來 很危險了吧 是不是 客人只要一點餐 我們就叮叮叮叮 敲鐘 就終於節目答錯題了 直接噴他 下面 狂噴他臉 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小吃攤或之後出攤的消息 記得追蹤 才知道的Instagram跟Facebook好不好 沒錯 這個相關的活動 因為這是會跟觀眾一起的 那這個相關活動大家就再追隨一下啦 沒錯 好啦 那這個今天呢要 感謝葉子來陪我們玩 是的 葉子的字卡 有吧 OK 葉子這個照片好像也是很久沒換 擺很久了 而且這個根本就在這裡拍的吧 對 就在賣卡片拍的 葉子的Instagram Facebook 然後他的Twitch頻道 跟他的YouTube頻道 好 而且最近也比較常出沒在那個玩樂幫的相關的節目之類的 對我們每週都還是會有節目 所以大家可以看我頻道多玩樂幫 謝謝大家 YES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好不好 再次這個感謝各位啦 然後有任何區區 喔 斗內 還有是不是OK 那個定存債100元阿魂通告非基金第10期 漂亮喔 上關聖靈50元 生日開年宅到94爽 OK 馬眼淚為你留50元 好好喔 可以看兩次電影 閒接到第一part的畫質 太棒了 對啦 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今天也是有講很多東西 第一個就是木棉花的這個活動 大家可以去來抽一下電影票 然後呢我們有玩這個 Death Stranding的Record Cut 對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 那個直接去購買了 好 再次感謝各位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啦 下禮拜見拜拜 下禮拜見